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1月7日 有关中国当地网红庄木青在1月5日晚的 重庆济闲岩隧道两摩托车相撞中离世的仪式 在此前的6日 中国的国家媒体中国新闻周刊 在其微博丈夫发文提到 1月5日晚重庆市江北区济闲岩隧道内 两辆摩托车发生对撞事故 知情者称一辆KTM摩托车 以一辆逆行的夜眼摩托车相撞 致使两男两女共四人死亡 网传其中一位死者为网红庄木青 6日OST传媒证实 本次车祸其中一名死者 却为该公司曾经的合作伙伴庄木青 有关此次车祸 我们在此前的报告提到 1月5日晚11点左右 KTM 1290 Super Arc在隧道中部位置开始提速 对撞时速大约在160公里每小时 网上超级公爵 刹车灯有亮 一个无牌跃远摩托车 意向行驶 翘头进隧道 两车对撞 现场起火 总共四个人也死亡 两男两女其中超级公爵驾驶员 户惧其前 户惧经纬品牌产品的人士 就是网红庄木青 这些此次是近来发生的第二次机车网红车祸事故 在此前的2022年10月7日 露音平台的网红小鱼爱吃已进行逆行压线 骑着进来的宝马摩托车 以另一辆摩托车弯道迎面相撞 网红小鱼爱吃已 现场就失去生命 据起有关网红庄木青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其社交平台抖音账户 暱称为庄木青 账户为XQXZ0705 IT属于重庆 现年21岁 职业提到是王泽伯服行手 爱好骑机车 目前其抖音账户有粉丝22.6万 相关披露的作品为68 曾以OST传媒签约网红直播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